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详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详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一座 带我们来探讨基隆要怎么样改变会越来越好 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吕美玲 吕一座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吕美玲 吕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前议长宋伟丽 宋一座 小军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基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山区市议员宋伟丽 伟丽姐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余三发 余一座 小军主播好 还有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余三发 发哥好 好 那我们先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中正区的调和市场 它现在进行的是我们的耐震补强工程 被民众诟病 因为这个梁柱锈时比预期严重 需要变更设计 这一楼门外的外墙又在拉皮 这个施工围离把市场围起来 导致生意很忍 请摊山市苦不堪言 调和市场的外墙 四周架起了施工围离及沙网 原本四月开始进行耐震补强工程 预计九月完工 但现在却传出了梁柱锈时严重 需要变更设计 工程将延后完工 景气不好影响到大家的生计了 是不是工程赶快结束 让我们恢复正常的营业 它基本上就是混凝土跟那个骨材 它有一个力量分离的状态 它就是没有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的强度回溯能力会变很差 调和市场耐震补强工程 因为原设计工法要封窗 摊商认为影响采光通风 外头看不到里面 让民众误以为市场歇业 造成了生意冷清 现在又停工 摊商怕撑不下去 向市议员呂美玲陈澄清 施工期间发现了 钢筋锈时非常的严重 所以就必须要做变更设计 但是因为这么一个变更设计 它会影响到施工期程的完成 所以就会更影响到我们摊商的生意 所以我们希望说 相关的单位能够尽速的处理这个问题 此外摊贩也反映工程期间 市场后方的排水功能受到影响 室内废水无法排出 希望承包商协助处理 现在做施工单位都跟问题了 水都不同 你看水已经开开 水都不能通了 后面也有一个污水沟水雨水一起混合的一个积水的地方 我们希望厂商能够在施工期间协助定期抽取 然后呢在设计工程变更的时候 能够一并解决 一并设计 然后呢在变更设计的时候 一并解决这个污水的问题 市政府市场科强调 调測市场并没有停工 外墙拉皮和耐震补墙是两回事 外墙仍有继续施工 内部的耐震补墙需要送经济部审查 预计两个月核准之后就会进场赶工 不知道现在调和市场目前情况是如何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吕一泽 是我们现在的那个调和市场 也是因为经由这个所谓耐胜补偿的工程 所以造成有一阵子他们的生意真的很不好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工程能够赶快好 那除了这个耐震补墙 实际上市政府它原来的预计 整个基隆市它有好几个市场都要做耐震补墙 包括信义区的信义市场 还有中正区还有另外一个市场就是富贵市场 我相信富贵市场在之前曾经蛮轰动的 所谓的轰动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摊商 他从富贵市场在那边已经 从他的阿公阿嬷的时代跟父母的时代 还有到现在他的这一代 已经至少是三代以上的人了 居然被赶了出来 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补偿 并且呢市政府用非常非常简单的理由 就是只有两个字安全 没错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才需要耐震补墙 那当初呢富贵市场也有说过 他要做耐震补墙 而且这个预算也编了 但是后来呢 他居然他的招标案 居然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招标案 也就是不是耐震补墙的招标案了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质疑 那所谓的安全 市政府一直对外强调 刚开始的时候说这也是海沙屋 但是前前后后 我们看不到海沙屋在所谓的报告里面 鉴定报告里面 来我们这边有两份鉴定报告 第一份呢 也就是市政府一直强调的在107年的1月17号的 1月23号的所谓的中华民国建筑技术学会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有两个补墙的方案 他也提出来了 有两个补墙的方案 两个补墙的方案呢 他需要钱 那钱是多少呢 钱呢 他需要的是 大家看一下 他说需要耐震补墙 这两种方案的经过的分析以后 是均能够符合现行耐震规范的要求 也就是富贵市场 他是可以做耐震补墙 而且呢 他需要多少钱 他说这个工程费用需要的是 1930万5537元 也就是说你1900多万 你就可以把一座富贵市场 位于市中心 而且市城楼 现在是市城楼的富贵市场 就可以把它耐震补墙完毕 那我们相信如果今天你把它补墙完毕了 你就不需要让二三十户的摊商 他没有办法继续做生意 也可以让居住在三楼的这些住户 这些比较弱势的住户 五家可归 你居然不愿意花这1900多万 而且呢这里我们看哦 这个是市政府提出来的耐震补墙的方案 也就是他需要1900多万 那但是呢 在108年的时候 中正区公所他找了 他找了这个108年11月8号 中正区公所他找了台湾省结构工程祭司工会 这个是比较实物面的 务实的这个工会 他强调这个地方呢 他不是 他说氯离子含量并非主要的原因 他说顶板剥落 不是因为氯离子含量过高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他的防水措施没有完善 然后让钢筋锈石膨胀造成的 所以他说他不是因为氯离子含量过高 而是因为你在四楼的天花板上面弄了什么 弄了一些水管 然后水管呢 他的防水没有做好 所以呢 他才让钢筋锈石才让这个天花板的水泥膨胀 然后崩落下来 然后他讲这个呢很简单 你只要把上面的这个水管这个地方的顶板拆掉就可以了 拆掉以后你就可以 然后呢不然的话怎么样 你在顶楼加盖 加盖这个顶楼 加盖用什么 铁皮屋 这个这样的工程需要多少钱呢 一百多万 一个是一千九百多万 你如果不想要做 没关系整所有的耐政补强 一千九百多万 如果你觉得这太贵 那一百多万就马上立即的可以解决所谓漏水 还有这个天花板崩落的问题 为什么不要去做呢 那尤其在这个报告里面 我们也知道他有特别强调 这个是因为市政府这个市场管理科长期放任这个漏水不管 而市场管理科的科长也曾经说过啊 这个大楼啊这个应该是属于区公所去管的 因为他认为二楼他做了什么 二楼做了里面活动中心 所以如果要修缮应该是由中正区公所 但是中正区公所说没有啊 我们并没有说我们要做里面活动中心 到底怎么样是市政府内部的事情 可是他牵扯到的是二三十个摊商的生计的问题 还有就是三楼他们居住的问题 居住权的问题 这个市政府不能以一个所谓的安全两个字 就好像把这个帽子扣上去了 就可以让大家离开 这是不对的哦 那然后呢我现在就是可不可以再帮我们放一些影片 还有照片 让大家你们来评评理 这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海沙屋 是不是他的安全受到了疑虑 我想请大家看一下哦 来 这个是二楼 我们再评 二楼 好 这个是二楼 这个是二楼也是一样 这都是二楼 你们大家看看 多么漂亮 这是一楼的摊商 他们现在正在这边 你想想看 他有像海沙屋吗 他有危险吗 那我们再下一张 好 你看这是顶楼 大家仔细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边先放置久一点 让大家看看 如果今天这是一个海沙屋的房屋 建筑物的话 他的顶楼从来没有这么久了 这个三四十年了 他从来没有维修过维护过 为什么他的柱子本来要可以再加盖的 他先弄了预 等于说预留的这个柱子在那边 都没有所谓的崩落的情况 这是顶楼 如果他是楼 好 这是三楼 也就是说他们好危险好危险呢 大家看看那个天花板 再看那个柱子 这么粗的柱子 这么漂亮完美的柱子 还有天花板 有没有发生所谓的崩落的问题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天花板上面没有放置水管 他没有漏水 所以他非常的干净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是二楼的天花板 大家看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 这整个的我们可以看得到 大家来看这个的时候 这是姓毅李明办公室 之前曾经当过餐厅 后来呢 已经不开餐厅很久 就变成了李明会堂 然后也让很多的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些社团 来这边跳舞啊 然后你看 他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也非常的干净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所谓的海沙屋 或者是所谓的绿离子含料过高的话 应该不是只是四楼崩落 他二楼完全大家可以看 所以如果是海沙屋 二 三楼也都会一起崩落 一定都会有一楼 二楼 三楼都会 好 那我们现在看 这就是三楼的屋顶 这三楼的屋顶 大家看了 这也都没有做过任何的修缮过的 我们来看 这个三楼的屋顶 它也没有所谓的你所谓的海沙屋的现象 更何况这已经十多年没有去修缮了 没有 柱子还是那么粗壮 维持得蛮好的 维持得非常好啊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它本身在盖的时候就非常的 非常的结构 非常的安全 你看那柱子这么粗大 我在想一般的住户啊 你们去看你们家 尤其有一些四层楼 五层楼的公寓 你去看 是不是比你们的四层楼 五层楼的公寓 还要强壮 你看这是它的屋顶 它们的天花板 好 那我们来看这是一楼 也就是现在正 就是过去正在营业的一楼 也是一样 你看它的屋顶也没有啊 也就是说一楼 二楼 三楼 它们的屋顶 它们的天花板都没有架设水管 那水管没有架设水管 所以比较不会有漏水的现象 四楼被架设的水管以后呢 长期十多年来不去修复 所以才会导致钢筋受损 锈食 然后呢 影响到这个水泥 这个膨胀 所以才会掉落 那这是四楼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 让大家看哦 这个是 刚才大家看到的 就是当初在2月27号 说要把它收回来 要赶大家走之前的一个礼拜 我去拍的 所以呢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根本没有所谓安全疑虑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看哦 这个图片就是 大家已经看过了 我就不再展示给大家看 还有我们要跟大家讲的 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些摊商 来说一个道理 我们来看 这个是市政府 公有零售市场的一个行政契约 才从苏德良市长的时候 然后他们是每四年 每四年他们是签约一次 他这个契约跟一般的契约是不太一样的 为什么呢 大家看哦 所谓一般的公有市场的契约是不能继承的 但是这个契约的书里面 它是可以继承的 它的直系血气都可以继承 如果你的孩子有好几个 那你可以从中协调一个来继承 一般是不能了 为什么它可以有 还有他们从过去到现在 他们缴交的费用 管理费只有缴交所谓的管理费 他们要缴交多少 到现在为止只有780元 大家会觉得富贵市场为什么又可以继承 然后又可以这么便宜的租金 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它有它的历史的渊源 因为富贵市场当初呢 是总共有22户的在日据时代 他们是两层楼的一个房子 也就是说我下面呢 是我的商店 上面是我住的地方 所以它总共是两层楼 那总共有22户呢 他们那时候在苏德梁市长就跟他们讲说 啊来来来 你们也已经旧了 那我们把它集结起来 你们的房子就让我们跟市政府和盖和见 然后呢我给你们一个每一户 如果你今天有一户 我就给你一个摊位 楼上呢 就是一楼二楼那时候都是摊位 三楼是住家 也就是只要有一个摊位 我就给你一个住家 那这样好不好 那大家觉得说好啊 那我们就结合集合在一起 所以那个时候总共有22户的人 曾经就是在现在的富贵市长的户籍都在这边 然后呢他们总共是22户都登记在这里 登记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是把他们的房子 在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房子 包括楼下是店家 楼上是房子 是住家 然后呢 他们跟市政府来和干 所以从苏德良市长 一直到林又昌市长也就是目前为止赶出去之前 是每一任市长任期四年 他们一签就是四年 每一次就是签四年 换了市长 市长如果续任的话就是再签四年 如果换了市长八年以后换了市长再签四年四年 如果李靖勇市长时代他只有四年 那他就签一次 接下来呢 就许才丽市长的时候也是签了两次 每一次都四年四年 张通的市长也是一样 一直到林又昌市长也是有一个四年哦 然后呢 再来呢 他就不再签了 他不再签 他就一个非常简单的就说我就安全了 可是实际上是不是安全的问题不是 对不对 大帽子一扣 好像我们很坏 硬要大家住在那边 就像摊商他们曾经讲的 如果安全有疑虑 他会比别人还要更紧张 因为住在那边的是他们自己 所以为什么后来有摊商自杀 那个是租在三楼的一个阿嬷 将近八十岁的一个阿嬷 为什么呢 来 我们来看 这个是他自杀以后 他的女儿讲的 他女儿写在网路上面的 我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呢 我念给大家听 他就讲说对 他就是傻 他就是指那个阿嬷 用我妹的身后钱买了权利屋 住到快八十岁了 就被无情赶走 他只是想好好的 卑微的住到老 如果市场权利屋不能买卖 你市府为什么要罚款12万元以后 让他办过户 好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了 那时候有很多的谣言说 这个他们只是权利屋啊 所以或者是他们只是暂 所谓占用市政府的这个房子或土地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我刚才讲过 这些摊商 不管你是一楼的店家 或三楼的住户 实际上就是从日据时代 保留下来的这个住的权利 跟经营的权利 再来的话是这个 那个权利实际上市政府它是消极的 也就是你要自由的转换的话 你要被罚 所以这个阿嬷他被罚了12万 然后过户在他的名下 当初他跟他的女儿 后来他女儿被车子撞死了以后 留一个补偿金 这个赔偿金以后 那阿嬷就因为他一直跟这个女儿住在这个房子 因为其他的女儿就嫁人了 所以住到这边了以后 他就一直因为女儿走了 所以他就把他女儿那时候的赔偿金拿来装潢 装潢得很漂亮 他就觉得我跟我女儿的精神住在一起 我要住到我老死在这里 但是最后我们的市政府就这样无情的把他赶走 他当然会想不开啊 因为他希望在这边终老嘛 那我们的市政府是这样做的 那所以从市政府在处理这个富贵市场 我觉得市政府有很多的瑕疵 第一个富贵市场40年了 可是你的修缮却没有持续 而且也没有让他有一个所谓耐政补强 不管他是不是 但是你都没有 所以40年来你修缮的程度是一点点微乎其微的 所以你应该是要负起他老旧的责任 第二个呢 因为富贵市场他是具有历史包袱 每一个任的市长他就认为我4年或是在我的任期内 我就4年4年的让这个历史存在的这些人他有经营的权利 有居住的权利 我要让他持续下去 但是你现在居然要把这些人的权利就这样子 用安全两个字一笔勾销 没有任何补偿没有任何安置 然后呢让他们就任其任他们怎么样自生自灭 你觉得这个是政府应该做的吗 那当然不是啦 所以这个政府不仅是不仁不义 而且他是欺负善良老百姓 所以呢在这边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我们刚刚看到了 二楼 三楼 四楼 实际上呢从一楼的摊商二楼 二楼现在是也是李明办公室 三楼是住家 到了四楼那时候也是公用的 使用的 如果你能够把他耐政补强 用才花一千九百多万 你还可以不仅维护了这些人 应该有的权益 而且你也可以做公众使用 包括二楼做李明会堂 还有他还有一个地下楼 也是一样啊 他是社区发展协会在使用啊 你这样何乐而不为呢 一个李明会堂 也我们以前都编一千万嘛 对不对 那一个社区发展协会 甚至那里面还可以让两三个 李明 两三个来做李明会堂 到四楼也可以做公用 如果你能够来继续的 耐政补强下去 我相信是一个双赢的 也不会让我们的市政府 落得一个不仅是不仁不义 而且还是欺负我们的善良老百姓 所以在这边呢 我也非常感谢人利用这一次 把富贵市场所有的事情 一次讲清楚说明白 我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 不要再误会富贵市场里面的摊商了 他们是有权利的 他们不是强占 他们也不是战友 不是不是赞助 都不是 他们是自从过去以来就是有权利的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集的节目 能够还给他们一个清白 也希望市政府能够再一次的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市场是不是可以做耐政补强 是 除了要帮富贵市场租住货 平反 对 争取权益之外 来帮他们平反之外 另外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外木山大帐 这个外木山大帐的地基崩塌 我们的韦丽姐呢 她是追着要修复进度 海岸的那个底下呢 是有机庄 还有机庄在那个地方 那土石是流失的没有错 所以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因为那个机庄的部分呢 厂商他们专业的研判 是认为没有立即有这个崩塌的危险 所以当下我们就是在决定之后 就是马上就是有覆盖了这个帆布 把那个土石避免它再继续温吃 你所谓的马上是多久 呃 我的部分是 因为那个是5月30号的晚上发生的 那在5月31号的上午 大概我记得应该是10点多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因为天气也放晴了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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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如果 你的 你的 你没有到现场去的话 你可能 呃 要不然就厂商跟你说谎 要不然就是 你还不了解 不 不了解 我跟你讲 5月31 我早上早上10点钟我就到现场 我想这应该是属于立即灾害处理的 就像落实一样 因为那个是整个人行步道 不管他的机装在不在 他连那个挡土墙都已经 都已经被那个土石所所推倒了 所以在我的认知 应该是属于立即性的 对不对 立即要去做一些研判研处 5月31号早上我去看 看了之后 就是我照出这相片 到了晚上我也到现场去看 还是一样 到了礼拜二 礼拜二才看到覆盖 所以我想说 这到底是立即性呢 还是一般的工程 针对这个大杖地基崩塌的议题 我们要请韦丽姐来跟我们分析 怎么看这件事 好 我想第一个 这个我们的处长 因为那时候才刚就任 他可能不了解地方性 可能也没到现场 所以当我在咨询他的时候 他有点不知所云 因为他只有听厂商跟他做报告 好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在 就是说这个 在我的认知是一个 是一个立即性的一个修复 因为那边有外县市的游客 而且一大堆人 尤其到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 来了非常多的游客 因为我们也知道 我们万木山已经列入为 十大风景区 那外县市人几乎 到基隆来得非常多 事实上我们很多的风景区 也希望是外县市的人 来到我们金融市 因为来的话 就会来消费 我想我们都知道 人潮就前潮 那么这个工程做了非常非常的久 非常非常的久 我觉得只是一个 他的面积大概有 有一百多平而已 一百多平的掏空 但是他会形成未来 如果说没有赶快施作化 会不会形成未来整个路面的掏空 因为他已经面临那个人形步道那个地方 掏空在里面去了 好 那么大概经过了差不多半年吧 半年多才修复完成 那修复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到现场去看一下 他是用鹅卵石 大的鹅卵石 来做他的防波堤 这好像跟我们一般的概念就是 防波堤不是用水泥的霸掌那种来做 这样不叫牢靠 而且你知道吗 有时候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如果说你用鹅卵石大的 会被海水一直充实 到最后也是也是掉落到 可以说是怎么讲 海水我们都知道 这天灾是无情的嘛 那海水会把它充实到海底去 它还有用一些黄色的大石头 这我觉得蛮讶异 它这个工程的品质 以及它的用料 是不是符合这个规定 我想大家有空的话 我们去了解一下 去看一下 那么我想说基隆呢 外木山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风景区 其实我昨天晚上 我就在想说 我们那个地方为什么只有夏天有游客 冬天是没有游客的 好像一个死的一个风景区 我觉得我们政府单位 应该是要让它春夏秋冬 四个季节都能够享用 我们这天然的一个风景区 而且我们讲真的青山青海 真的是没有一个地区 像我们那么接近海洋 跟我们的绿草地什么的 那么我昨天晚上在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当然那都是别人 以前做过 刚刚我们跟美丽议员还有山发议员 因为我把我的想法拿出来 大家在讨论 他们说可以做玻璃屋或什么的 因为这个在金山那个地方 那个福华饭店旁边 就有做一些太空梭的类似这样的 但是我是觉得说 如果我们把这委外经营的话 让厂商来规划 当然我们要给他一些想法 我的认为是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好像全台湾省 如果靠近海边的 都没有遇到一个 都没有一个建设是 所谓的像有点类似 跨海大桥用玻璃的 但是我们不是要做桥 我们是延伸出去 但是不是全部延伸 就像譬如说我们做一个步道 做在差不多距离 距离100公尺 我们就做一个步道 就说这个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的海 那个面我们都可以让人家去打卡 就说做像蜘蛛形的那种 你知道吗 蜘蛛形的那种 大型版的玻璃 对 玻璃 玻璃墙 然后是有帷幕起来的 让大家冬天 我想一定很多人有想法 因为第一个 餐厅业者可能就会去投资 因为我餐厅业者 我今天来 开这边来开个餐厅 因为我有卖点嘛 我让大家在冬天可以看到 哇 整个那种海景 波涛汹涌 对啊 波涛汹涌 其实我跟你讲 爱海的人 他们觉得那个样子 好像觉得 哇 好棒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会觉得说 而且让他们 身丽其境在大海中 是什么样的 我想那个 大概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这涉及的单位非常的多 我想工程 我们监造一定是可以克服的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 海底的什么隧道啊 什么都在做了 这我是我昨天晚上突然间想到 那么我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四季 四季都要用这个万木山 我想这点提供给我们 我们管销处或者是我们那个北关啊 或者石河局啊 因为这个涉及的单位非常多 还有交旅处啊等等的 对 那么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建议 那还有就是万木山那个研 我一直在议会提出来 我说石河有落实的发生 我们市政府单位应该要提早公务处 一定要做监视监测 监测这个山坡的它的稳定性 稳定度还有稳定性 因为什么 随时会落实下来 我们不要像这次火车 宜然那个花莲那个火车 一个不小心丧失了49条性命 我觉得我们要未与筹 很多事情先要想到 因为它是个风景区 万一一个落实下来的话 一个落实下来的话 砸到车砸到人 都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监测一定要 周边一定要做监测的这个动作 这样子 这样就不会有发生不幸的事情 不要说做亡羊补牢的事情 我觉得那都不是政府该做的 应该要未丑谋 对 除了要监测这个山坡的稳定度外 要带大家来看 这个水沟太老 就其实也是很危险 一块看看 看了金融市议员宋伟丽 带着金融市政府公处人员前来 当地居民频频反映 因为西町路两旁的水沟连久失修 只要一下大雨就容易发生激淹水灾情 最大问题就是瞬间雨量 他们就是淹水 就是从身上水会冲下来 瞬间雨量如果大化 水沟就长年失修 很久都没有 所以如果弄好可能会改善 金融市议员宋伟丽因此邀集公务处等 单位现场会刊 督促他们紧速改善 建议我们市政府下水道客 希望说在这次的经费 能够充裕的情况之下 从那个加油在那个那边的民房 一直做到前面这个教会这个地方 因为在台风来袭的时候 整个这边是都淹大水 最主要因为他老旧不堪使用了 已经二三十年没有翻新 所以希望市政府能够注重 希望能够尽快来处理这里的工程 所以目前这个老旧水沟的浸土怎么样 我们要请伟丽姐要跟大家说说 因为经费的关系那时候只有做到一半 我要在这边再三的呼吁就是 我们要未雨绸缪 因为每次只要下大雨或者是台风来的时候 从西定里就是盛兴在过去西定市场那地方 一直到市分局 这沿路只要是下大雨或者台风天 必定淹水 而且大家每一个人都淹水都淹到屋内去了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要是往复兴路这条西定路 这条路走的时候 右侧山坡 第一个 那个地方似乎有在走山 我想这也是我一再呼吁政府单位 因为那边居住的民众非常多 监测所有山边都要有监测系统 否则真的是有一天整个一座山可能就会垮下来 那我想这也提到我们一些中山区 不管中山区或者是其他的区域 现在都有空污率非常高 而且老旧 那我们要如何使得那些老旧 然后空污让它活化呢 我想这就是我们市政府要用它的智慧 当然我这边也在提 做个友善的城市 我们一定要内外都兼具 所谓内外的兼具是什么 内部我们要有养分 什么叫养分呢 我们必须要对它 就像一棵小树一样 我们要它茁壮 我们必须要给它浇水 弄一些营养剂给它 就像我们女人要出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化个妆 人家看起来就很舒服 同样的道理 对内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养分充足 那对外呢 就是让这些 因为你养分充足之后 我们的人潮 前潮才会进来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空污 我们现在要怎么活化呢 我在想说 现在就是 可以说是 这个已经 引法族老人化 非常非常的大 这边刚刚做了一个 查个资料 这样讲好了 我们的那个 我这边有一份资料 我刚刚也 来 来 来 我们真的是超高龄的城市 那么超高龄城市 从108年 我们来讲好了 它的百分子比是 百分之16.26 16.26 那么109年 9月底的 它65岁占人口数17.24 17.24 可见我们的这个城市 越来越老化 那我们就在想 我们很多空污 因为基隆又属于山坡地 较多的地方 就 我先来 用我们那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 胡仔山 中山一路那边 整片 就是面向我们基隆港的这一片 我们望眼看去 我们到别的国家去看 你看香港维多利亚 多漂亮 港口是多么漂亮 可是我发觉这几年来 我们政府机关 好像只着重于中正区 中正区 东边 所有的什么货柜啊 什么都跑到我们西边来 好 那也无所谓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如何来活化 我们的空污 以及我们的 我们的这些老污 第一个 现在大环境不好 大环境不好 你要叫我们民众 怎么去活化它 每个月薪水都不够 干吃都不够了 我怎么去整理我的房子 而且现在年轻人都已经搬出那些老屋了 那些剩下的就是一些年纪大的 有的甚至全家 几家都搬迁了 可是房子还在那里 我们政府单位 是不是能够整个重整 就是说怎么重整呢 第一个 先去看这房子的所有权人 以及土地 就是土地的所有权人是谁 那是不是可以说用辅导的方式 当然也是用辅导 或者是用那个 那个什么奖励的方式 因为我刚前提有讲 大环境不好 大家没有多余的钱 来让这个老污 然后活化 让它再生 它的生命力 那政府单位就现在应该 应该应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就是说用 我们那个 不是有前瞻计划吗 8800亿啊 我们那么多的钱 我们是不是能够重整一下 总量管制 总量的重整 这个整个 我们空污率有多少 而且 我们能够去做的有多少 好 就这样讲好了 我刚前提也提到老人化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半山腰那地方 可以做个医疗小站 然后做个日照中心 而不是说一定要在里民会堂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像卫生局 他们因为卫生局每一个区都有嘛 每一个区都有卫生局 那卫生局的人员 我觉得他们也可以下乡 或者是找一些志工的 比如说有医师工会 或者是药剂施工会 我相信很多 现在很多热心人士 都愿意去参与下乡 去帮助这些营法族的人 因为第一个 我们也会老 每一个人都会老 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 所以我们要防止未来 就说 因为现在很多老人 老年人 他们都没有人照顾 就大家有的是 都到里民会堂 当然里民会堂是非常好 问题是里民会堂 家里居住到里民会堂太远了 我觉得像医疗小组 医疗小站那个地方做一个据点 比如说每一个里做一个据点 他们对他们的便利性也比较高 而且要将他们的资料 要整个整个都把它建置起来 尤其那个高龄人口的健康医化资料 这样照护就会更加的全面性 我想我们应该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 去着手 那么对于我们那个 尤其是 尤其是那个什么 我们的老人化 我一直在提说老人化真的非常的严重 我们用刚刚的数字 我刚刚已经提过了 16一个17点多少 所以说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政府单位 要如何来照顾这个银法族之外呢 也要活化这个地方的空污率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相辅相成 对 所以 所以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来活化这个 虎仔山这一整大片的空污 然后刚才也有讲到 我们的老旧水垢的问题要赶快解决 因为会有淹水 那同样是这个淹水的话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其实在大五轮地区的淹水问题 之前是非常的让人震惊 所以我们的羽翼座是争取了排红设施 要来解决无人接的淹水问题 要更多讲 所以我暂时在这边可以多说 目前到我们其需要的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中文理理长 他一直来讲 那个缺口 讲了六七年了 我们一直没有尋力回答 导致水又从那边关进来 这只有淹的 淹的之后 现在 其正经理长给来 马上说 马上动工 两次直接完工 事实证明 这个缺口是有必要的 可是为什么这几年来 这么多的信 你们听不进去 那我请问 你现在把这个地方丢 都要足高了 那后面呢 工业区不是使得更产 那我建议你 干脆做这个砸门 干脆让它抑郁板 你说你说这个 急降雨 学卸完之后 这个 就可以聚个小口有抑郁 那你干脆就做水桃门 做这个当汽水 后面就不会这样跟着淹上去了 所以我想今天 武文西哥的整周 还是以上面的捷郁最重要 你下面分路也搞不懂 就像你讲的 如果把捷郁取直 捷郁取直 所以急速的往下撑的话 变成三明里 迈去入股 有严肅 对不对 所以现在捷郁是我们最当前 当最后的方法 所以西洋市场 事情都去发生了 西洋市场 能够趁这个机会 赶快向中央办理 把这个确认给做出来 这就是要治疗根本的问题 才能够有效永远的解决这个 淹水问题 我们要请我们的發哥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争取了这一个排红设施 好 谢谢我们主持人 那么我想 今天来这边 我们可能就是要 要来研究一下说 我们从一开始事情发生的 这个的心路历程 现在的成果 还有我们现在的期待 以及我们继续要进行 我们所谓的监督的工作 那么第一点就是说 2015年的9月16号 那时候到五人溪淹水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告诉 那个林市长说 你们这个淹成这个样子 虽然没有量成非常大的灾害 是有少数的一些受灾户 那么市政府就讲说 那是百年罕见的急降雨 才会在那个那个 那个12小时降了339公里的时候 才会造成那个这样的淹水 但是这个大五人溪 还是符合什么50年的防洪计划 等等讲一堆 好 然后这两年来 我们一直认真在会刊在建议 结果没有任何动作 没有任何作为 导致在两年后的2017年的6月2号 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水灾 我想这个计程车这个画面 我想上了国际新闻 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那也是大五人溪淹得这么严重 来 那么当天我想 我们的那个五人溪 我大概介绍一下 我在这节目也曾经提过 在议会一直在争取就是说 这里是我们的大五人溪的源头 这个地方叫五龙街 这边叫五盛街 这边叫五龙街 五盛街跟五龙街 这两边的水集结起来之后 在那个土地公庙附近那些 就集结起来沿路收集的 我们所有大五人地区的 这个大量的水 来经过我们的大五人工业区 还有五领街附近 这个区块我画两个黄色圈圈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就所谓的什么 黄金地段 就是大五人工业区 中轮里 以及五领街那个地方 当时淹的最惨就是那里 好 那我们就回到这一个 这一个来套看 当初我们讲的 我刚刚讲的这个Y字形 Y字形到这边流下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要特别特别强调 因为当天我们所有的 这个市长媒体等等 大家都在这个黄金地段来看说 哇 这边商家的损失啦 然后媒体都在那边采访 但是我那天我的人 去过这里之后 我是跑道去找源头 到底是什么地方造货 为什么会让我们这个 淹得这么严重 结果我就跑到这个地方去 这个地方就是哪里 就是我们现在看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大五人 大五人西的最原头的最原头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我现在用这个图片 那么大家做一个看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 这一个有没有 这一个 这个看起来这么渺小的 这个东西 你看这么小一个 其实它是什么 它就是我们的情人虎 各位注意看 我们再回到 以这个情人虎 来跟这一片山来做一个比较 大概有50个情人虎大了吧 有没有 一直到上面这边来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跟万里交界 那么这么多的山上的水 收集下来之后 往五圣街开始淹 来 我再回到这张图 刚刚山上的水 山上的水从这边下来之后 把五圣街的水淹满了 五圣街地是那么高 就开始淹了 一直淹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完了 因为它的水流很强 所以它淹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五龙街的水排不出去 五圣街的水太大了 所以五龙街的水挤不过它 所以它往哪里流 往后面流回来 所以造成五圣街淹完之后 五龙街也淹 然后把这两个地方都淹完之后 这个水要继续流下来 流到道伦公园去淹 淹完之后再去中轮里淹 中轮里淹完之后再去五龄街淹 所以整个道伦溪之前 2017年6月2号 上了国际媒体的 刚刚讲的那部计程车的那个画面 上了国际媒体的这个淹水 终于把我们市政府打醒了 道伦溪不是你们讲的所谓的 百年罕见即将语 一样是这样的雨量你看 没有做积极的这个改善行为下去的话 你看两年之后淹得这么惨 所以当时我就积极讲说 一定要在这一个最上游的地方 五圣街这个地方 把山上这么大一片的水 把它给排到那个排回去给万里 或是排到我们大海 就是不要再流到五轮溪了 你在流到五轮溪 顶头淹水了 你还在那里倒阴 所以我这个我在节目上 我都曾经讲过了 那么终于很感谢 后来再有一次的机会 市政府虽然一直没有听进去我的建议 但是中央什么地质核单局等等这些 跟着立委来会看的时候 我燃教神渊跟他们拜托说 你跟我去现场看 结果放了太空包之后 发现真的有效果 那一股水就这样燃到大海去之后 真的有效果了 什么效果 我告诉你 2017年的6月2号淹水之后 我在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去建议把那个太空包放了之后 有效果了 后来现在都变成一个大型的自动池 当时我们的那个宋议长 也有去现场去看 希望说能够把那个地方 在绿美化做得更好 现在整个设备 就在我们那个 要去大五轮沙滩那个红绿灯啊 那个地方 你往左边的山坡看 那个设施就在那里 从那时候开始 现在已经花了700万 只花700万 就已经把这个水做很好的处理 现在已经到现在2021年的4月底了 报告4年来了 大五轮沙没有再像过这样的淹水 这4年来很多地方都有淹水灾情 我们五轮沙没有 当然啦 我们市政府也有一些作为 也不是说完全都是我的功劳 我是认为说 我在后面有做了这一个之外 当然市政府也有做了一些 河道的清淤啊 或是说错宽等等 也是有作为 不是没有作为 但是 后续还有更多的作为 到目前都没有动作 为什么 当初一淹水的时候 我们的林权院长 还有赖清德院长 都到现场了 甚至于蔡英文总统都来了 讲了一句话 为了大五轮沙治水的问题 再多钱都要花 不够的钱 前瞻计划出 好啦 董初你去这些 盖了这些围墙 来 当初盖了这些 这些 那个党水墙 他们称为党水墙 一来一去 花很多钱 短期计划里面 花了这么多钱 去做这个党水墙 我告诉各位 这四年来 2018年的9月19号 有小幅的淹出来 但是没有满过来 那么2020年的9月13号 好像去年 也是啊 你看热利山街 尤其像这个画面 你看 同一天的外木山 淹得一塌糊涂 都上新闻了 这边有 2020年的9月13号 同一天 外木山淹得这个样子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五轮溪 从前是这样子 这一次是这样子 雨量比上次还大 比上次还危险 可是为什么 两个比对下来会差这么多 这个说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在上面把这些水排掉之后 五轮溪的水量降低了 所以它并没有像上次这样淹那么高 把铁栏杆都淹过去了 上一次是把铁栏杆都淹过去了 这一次我们盖了120公分的这个挡水墙 其实也没有淹过去 这个水是哪里来的 我告诉你 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这个挡水墙 其实没有必要 为什么 你水没满过来 它是渗出来 你看 路面上有淹 它是渗出来 不是从满到这个挡水墙出来 所以你今天就算没有这个墙 它其实也不会淹过来 就算有淹水也不会很严重 说明的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后面做的那个挡水 那个解水设施确实有效果 第二个这个挡水墙 其实意义真的不大 意义不大 但是很庆幸的就是说 大家的努力 当然我敢说 我真的有为地方做了这件 我自己觉得很能够对自己交代的事情 到五人溪这四年来没有再淹过水了 虽然别的地方都有传出灾情 可是这一次你看 大家担心 啊 要怎么 卡住了 还要淹多水了 事实上那一天 我自己也有点紧张说 到底有没有花卫功效 你看真的 花卫功效 因为别的地方淹了一塌糊涂嘛 之前你看中平街啦 复兴路啦 甚至于市区庙口等等 好几次的淹大水 所以这四年来 我们五人溪没有再传出灾情 当然我们也不因此而致满 我们后续还有的 就是说我们的中期计划 当初蔡英文总统讲的 钱不够我前三出啊 现在四年了呢 中期计划 但在哪里 中期计划我们就希望说 把棒球场全部搬起来 重新下面做制宏池 诶 这个好啊 可是四年来的还没有做尾 是要再淹得很严重 你才有做尾吗 还有说秦仁湖的那个下方 要再做制宏池 到现在呢 四年了呢 你说钱不够我前三出 你前三出到哪里去了 我们还在等你呢 我们还在等你呢 你看一些前三的轨道计划 基隆金够可怜的啦 但是淹水这边拜托啊 不要再让我们可怜下去了啦 所以在这边要向各位报告 所以说我们大火轮溪真的四年来 已经有看出成果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啦 尤其我真的很高兴 我在后面当初去发现到 我那天爬那个山上去查 那个源头 跌得满身是泥 变一个泥巴的人 我先想想 真的有代价 我真的很高兴说 武圣皆不淹了 武农皆不淹了 大火轮溪也没有在 这四年也没有这么严重的灾情 我想这个贡献 与大家分享 大家不用在这个 在这个淹水的恐惧当中 当然 后来我们的大火轮工艺区 也有做一些工程啦 这个我们就 希望能够再延续下去 把中期 当然我们最长期的就是说 要做一个类似 圆山指缝浓道 做在我们的那个大火轮的中段 当初我比较希望 就是说 在这两个 这个Y字型的交叉口 这个地方 这个Y字型交叉口 这个地方 如果把这些水 都汇集到这里来之后 跟着我们的那个 西冰快速道路 流向 在马路下面 做个大寒管 让它流到大海去 这些水不到五人溪 做怪的话 五人溪就不够水来淹水了嘛 但是我们市长跟那个水利署 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有更好的想法 就在往下挪 所以又要大兴土木 又要花 一来一去 这个 这个 都是 明子明膏啦 好像要花百亿 要把这边 再做一个类似 圆山指缝浓道 来把这个解决 其实真正方法 如果找对的话 我告诉各位 我上次争取后面 那个 那个 那个解水设备 老实讲我 我力量不大 在争取七百多万而已啦 但是效果就出来了 你这个要百亿的工程 不然你也快一点 比如我们就在那边 你们钱怎么花 我们地方议员 也没办法去管到你们中央政府 但是 不管怎么样 既然要花 就花 比较快的 因为 短期的 效果出来了 中期的赶快做 就像你讲的 气候在变迁嘛 极端气候 还有一些过度开发行为等等 以后 这个大洪水率 可能机率又更高 你不要因为 因为健壮而自满 中期计划 要赶快进行 赶快进行 那让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花小钱 你现在 要去下来 你行不行 希望 我们在 现在的这些 接下去的工程 能够帮我们加快 加快 让我们免于这个 淹水的恐惧 是 这是很让人期待的 未来的中期计划 还有我们的 长期计划 相信 机动会更好 然后是 现在最后一分钟 我们请三位一座 来跟大家最后分享 我希望能够为富贵市场做一个平反 也希望市政府能够重新再检验一下富贵市场 是不是可以做耐震补偿的工程 莫莉姐 我想对于金融市的所有空污率 我想市政府有这责任 要去总量的去调查 然后看如何活化它 这是让我们不管整个环境 或者是让移居的城市 这样才能够让住的才会觉得开心快乐 是 大哥 好 那我针对刚刚大家所提的 我有几个意见 就是说富贵市场顶楼如果要加盖的话 老师讲要花一百多万 倒不如去配合政府的政策 现在可以盖太阳能屋顶 又有补助 又可以赚钱 又可以解决问题 这是我一点建议 再来就是说那个外幕山 冬季在地 我希望说像从前我们那个 那个张总统市长的时候 曾经做过所谓的风冻节 就是东北季风来 我把东北季风弄成一个特色 把外幕山 而且要盖一些室内设施 让我们外幕山可以 连冬天都会很热闹 都很有游客 不要因为东北季风没人来 再来刚刚讲那个落石危险 那边常常在办万人箭走 千人勇渡 还有一些铁人三项什么那些 那么大型活动 那边的落石如果不好好去注意 已经崩了好几次了 万一掉下来 那不是太鲁格号事件可以比你的 所以在此特别提醒 我们的基隆市政府 不要等到出事的 这么说我都没说 好 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美丽姐 我们的伟丽姐 还有我们的发哥 到我们民意交响曲的节目现场 跟我们谈了基隆的地方发展 还有哪些地方需要 是否再更加倍来努力来争取 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谢谢三位一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市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易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搭用电热水器 那可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价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2.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册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券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